他们不识人间烟火 光吃不长 曾经被很多养猪人嫌弃 如今竟成了香波波 毕竟就能卖上百元 这个占地数百亩的养殖场 生活着数千头 长着长鼻子 浑身不满硬毛的黑猪 他们名叫藏香猪 来自西藏林芝 被誉为猪中爱马仕 相传是文成公主的新头号 放牛放养很正常 但你见过放猪的吗 与普通圈养肉猪不同 藏香猪属于放木形猪种 从小便在山上撒欢 要想养殖藏香猪 就得先承包数百亩林地 并按猪的大小 打造一系列的猪舍 母猪入栏后 不少养殖户就做着母猪生小猪 小猪变大猪 猪越养越多 钱越滚越厚的发财梦 可是养殖大业哪有那么简单 正常情况下 藏香猪一年可以产两胎 一胎可以生八到十只仔 母猪怀孕期间 特容易产生应激反应 如果喂食时不区别对待 母猪要么远远躲开 要么在抢食时被伤害到肚子 造成若胎或者死胎 过去有母猪独自在山上生产 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一胎下来很少超过六头 成活率也很低 因此 现代养殖都要把任生母猪分开饲养 而且配备独立的单间 好好的伺候 大大提高了一胎的数量和成活率 母猪爱拱土造窝生瓦 养殖户便在山上挖了上千个窑洞 于外围搭建一个小院 作为母猪的月子房 在饮食上除了必备的粗似草料外 还将玉米 麦夫 鱼心草等混合在一起 帮助母猪更好的下奶 良好的住宿环境 和高质量的月子餐 极大的保证了产载量和幼崽的健康度 成活率几乎能达到100% 一个月后 幼崽断奶进入幼儿园 等适应了集体生活 就可以上山游玩了 藏香猪是杂食性动物 天生爱闹喜欢乱窜 它们在山林觅食时 不管是野菜草根 还是树叶野果 甚至军箍药材 都是它们的菜 有时饲养员还会打下野果 给它们换下口味 偶尔还有硬邦邦的核桃 给它们磨磨牙 渴了热了 它们就去山间小溪走一圈 吃的是天然蒸羞 喝的是甘甜泉水 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 生活毫不惬意 这么大一片山林 这样放猪不怕它们跑掉吗 藏香猪极其贪吃 对玉米完全没有抵抗力 且拥有灵敏的听力和嗅觉 在放养之前 饲养员会用玉米作为诱饵 让它们记住自己的声音和气味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只要饲养员一声吆喝 藏香猪就如兵族听到军令般 立马从四面八方冲回来 似乎懂得直输行透惨过败家 那么问题来了 要是猪跑远了 听不到吆喝咋办 其实每一位饲养员 都有着飙高音的嗓子 一声吆喝能传到四到五公里 藏香猪善于奔跑 却自知耐力不足 通常不会离猪棚太远 虽然生活上不需怎么用毛 但是外面的大山总有很多险恶 一些懵懂小猪掉队迷路的时候 运气不好会遭到山中黄鼠狼的偷袭 将其咬死拖走饱餐一顿 为了保护小猪仔 养殖户在山上架起了电子围栏 它的电压只有十二幅 猪状上就像被鞭打了一下 可以很好地阻止其他小型烈士动物 藏香猪的生长速度很慢 可以说是光吃不长 养殖户不但不着急 反而给它们建立了运动场 每天等它们吃到八分饱 就要开始做运动 让它们进行跨栏比赛 不练成马甲献绝不罢休 这又藏着什么秘密呢 原来猪一吃饱就饭了 爱窝在棚里睡觉 久而久之 肥肉就会增多 肉质变柴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跨栏运动 藏香猪肚子便开始叫嚣 主人又不少吃 它们只能重新跑回山上 奔跑悠闲觅食 成为名副其实的跑山猪 肉质可谓是肥肉像精 瘦肉不柴 吃过的人很是回味 藏香猪性情凶猛 打起架来六亲不认 经常为了抢食而互殴 导致大的越长越大 弱的越长越小 猪群个体大小差异大 养殖户只能修建喂食棚 每个棚里留一个小孔 只有体型小的才能钻过去 饲养员定期给弱者开小灶 吃得多自然长得快 发福和销售两极分化的问题 自然迎刃而解 藏香猪生长缓慢 却容易长飙 为了获得高端的猪肉 养殖户除了让它们加强运动外 还调配了营养均衡的饲料 养殖场周围种了大量玉米 黄芪 黑麦草等植物 定期收割切碎打包密封起来 这样草料不仅能保存数年 还能边储存边发酵 微生物慢慢地分解粗纤维 使草料变软 接下来 工人将发酵好的草料打成粉 按比例加入玉米 麸皮等精料 制作成适合藏香猪的颗粒饲料 它们设施如此多的植物纤维 就不怕拉肚子吗 藏香猪虽不是反畜动物 但它的肠子比普通猪长树米 且韧性十足 能够很好的消化粗纤维 非常耐粗似 有些养殖户还找到银耳种植户 将废弃的银耳根拉回来喂猪 既减少了环境污染 又降低了养殖成本 银耳种植户也省下一笔清理费 可谓是一举多得 藏香猪具有极强的抗病力和抗寒力 但饲养不当也会得猪瘟 曾有养殖户一次损失2000多头成品猪 2000多万直接打水漂 所以生态养猪更要靠天吃饭 尽管养殖很不易 但能一直坚持下来的人也不少 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任 收获的季节 普通肉猪六个月 就能长到200到300斤 藏香猪养上一年多 体重只有80到120斤 养殖周期长 产量低 是藏香猪少人养的主要原因 当别人还在玩铺蝶时 养殖场又玩起了铺猪 为了广开销路 养殖户会举办抓猪活动 吸引游客到养殖场参观 体验抓猪的乐趣 甚至抓到可以抱回家 可是藏香猪野性十足 一般人也是望猪心探 对于游客的大驾光临 藏香猪们也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只要你不追我 我就让你看得够 游客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炭烧藏香猪肉 锁住游客的胃 用藏香猪做成各式美食 进行免费试吃 待游客吃饱完好 打到回府时可以买上一袋 即便一斤售价高达65到100元 很多人也舍得花这个钱 这也是生态养殖中 能很好解决用户信任的方法 接着就可以搞任养模式 只要客户交付足够的定金 带藏香猪出栏后 直接屠宰好 再按部位进行分割 邮寄给客户 既能快速回笼资金 又能提升产品的销量和质量 藏香猪的肉层次分明 但一头120斤的猪 能割出20来斤肥肉 起初这些肥肉两元一斤都很难卖 可能上天眷顾有心人 当地的一种小吃 肥肉高 竟然把这些肥肉给消化了 而且餐厅老板也大气 直接十块高价回收 唯一要求绝不能带一点瘦 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 无论白猪黑猪 养殖的风险都很高 需要运气和技术的加持 切记头脑发热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